很多新手朋友种脑压式种不活 主要是细节问题没有处理好 这是前几天买的脑压式 今天收到了 收到之后一定要用水枪或者是用毛刷 把上面的污渍全部给它刷洗干净 刷洗干净之后就要放到消毒液里面进行消毒 一定要把上面的不健康的根全部给它修剪掉 该裁剪的一定要一次性裁剪到位 特别是根盘 像这种烂根一定要给它剪掉 因为通过快递之后 根的损伤其实是挺大的 另外这些地方要给它进行修心 手拐点 发裁剪一票 来重褂完成 酱이스 前几天才会 coverage 继续度 到 affection 装收到之后一定要放到这个82年的哥姆酸甲液里面 进行充分的消毒 消毒大概一两个小时左右吧 一是给它补充水分 第二是把腐烂的地方和快递途中 受感染的地方全部给它杀菌 杀彻底一点 这是给变形金刚刷牙的钢丝刷 钢丝牙刷 网上买的几毛钱一把 对于一些污渍比较顽固的 就需要用钢丝刷给它刷干净 一定不能偷懒 等妆晾干之后像这种大的创面就要用细薄纸或者是预合剂给它涂上 顶部这些位置不用管它 接下来就缠磨 一定要等这个水珠表面的水分全部干了之后才可以进行缠磨 不然它会给你带来很多惊喜 比如说长蘑菇之类的 接下来就用风化石颗粒来种 接下来就是一次性胶足定根水 如果填充的风化石通过自然沉降 不然少了 然后再加一点风化石颗粒就可以了 浇好之后 把82年的高蒙酸甲液 给装消毒杀菌的肺液 再给它浇上去 进行土壤的消沙 给大家看看我去年偷懒的 偷懒种的庄 这个庄就是当时杀好菌之后 没有等它 就是自然酿干 就缠磨 缠磨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也不准备去管它了 只要它正常发芽 今后反正烂也烂了 今后等它烂掉的地方去除之后 就是做成碳化砖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 别忘了点一个免费的关注 我是凡猪 下期再见 拜拜